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蓬莱南亡山谷栽种下第一颗葡萄藤 如果把葡萄藤的生命比作人生的旅程 那么这些正处于生命中魅力时刻的葡萄藤 迎来了葡萄的榨迹 从酝酿到佳酿 不光是自然的恩赐 还是用心的结果 人工采摘工作繁重 成本高 但操作过程细致温和 能最大程度减少对果实的伤害 使得采摘的每串葡萄成熟且颗粒完整 为后续酿造打下了品质基础 军顶酒庄的葡萄园 不仅拥有赤霞猪 希拉 美乐 霞多利 雷斯令等优良酿酒品种 还引进了泰纳特 紫大夫 小蒙森等四十余种稀缺品种 成为享誉国际的优质酿酒葡萄母本源 葡萄最需要的就是种植式的脚步生 你要葡萄来走看 一个是看果皮 它的放射杆成熟的怎么样 着色怎么样 有没有完全转色 这是最基础的 第二个是把果皮用手一搓 看它的果皮颜色有没有浓微进处 第二个是看果肉 果肉它们也是长 如果出来之比较顺利的话 说明它已经基本上果肉已经成熟了 第三个就是看种子 它有没有发鹤 而且你还可以到嘴里面搅一下 搅出以后看种子里面的丹磷物质 有没有说是那种比较生青的味儿 都是没有的话 那么说基本上就整个都成熟 采摘是整个榨季的开始 也是均顶葡萄酒酿造环节的第一道筛选 通常最先采收的多是白葡萄品种 采收大多在夜间进行 为的是白葡萄在自然冷凉的状态下 果香保持在最佳状态 榨季是酒庄的节日 但平日里气定神闲的酿酒师 却是整个榨季里最脏最累的一个人 酿酒师是葡萄世界里点石成金的人 正是有了他们的全情投入 才能让每一颗葡萄惊艳变身 甜的那个水蜜桃 非常敏 但是这个你能够感受到它的酒体 要比那个维吾尼要厚实 全厚 那后期我们这个酒呢 要经过项目中的陈酿在最少六个月 将来会成为一个无论香气和口感 也更加复杂 酒体更加丰满的一个白葡萄酒 一瓶葡萄酒是一段时光的缩影 一座酒庄便是葡萄酒前身今生命运的流转 建设于2007年的军顶酒庄 属于国家4A级葡萄酒主题旅游景区 西班牙风格的酒庄建筑 五星级的蒲原酒店 美景 美酒 美食 无疑是一个开启个性化旅游的完美目的地 当年在建设酒庄时 从地下开采出了很多秀玉 它们的陪伴 让这里的葡萄酒多了一丝灵气 如果是说我们酒庄内的湿度过高的话 它们会进行一个吸收 湿度过低的时候 它们进行一个释放 像我们前方看到的 就是我们的凤凰湖 整个酒庄它是三面黄和日成的 像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东方长廊 像我们当地的很多的昏拍 以及电视剧取景 都在这边进行拍摄 每个拱洞我们看出去 都是不同的风景 秋季来君顶酒庄游玩 可以体验采酿季独有的蒲原采摘 葡萄酒自酿活动 我们从江苏 江苏过来的 就是过来玩 对 就是过来玩的 比较喜欢酒玩这些 所以我们来看看葡萄的种植 采摘然后酿酒整个一个过程 从1998年开始 君顶酒庄从法国 意大利 德国 引入200多种优质脱毒嫁接葡萄苗木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酿酒葡萄苗木的品种和品质 在这片汇聚了海岸精华的所在 君顶酒庄成就了世界顶级葡萄酒相媲美的东方美酒 在葡萄酒的新旧世界之间 开创了世界葡萄酒的第三集 那我们这个logo的话呢 是君王的一个帽子 那这也代表我们呢 天人合一 记忆兼备 东西相容 想做一个顶级葡萄酒的信心 也是这种追求